我看别人的小米10手机用了两年多 原机电池还是好好的 但是我已经预约了第三块电池了 我之前还有一个华为Mate20手机 截止到目前一共用了四年 但是仍然没有续航焦虑 这是为什么呢 那天我偷偷看了一下 我这个小米10手机的屏幕使用时间 我记得我以前平均每天也就看三四个小时 最近我一看 每天九小时甚至更高 我都做了什么呀 现在这部手机电池健康状态是一般 如果只是待机不怎么用的话 还是能撑挺久的 而且它这个续航曲线还是很平稳的 由此我得到一个结论 那就是手机的电池寿命和使用习惯是密不可分的 我这台小米手机用了两年了 是前年的双11购买的 首先祝它两岁生日快乐 分享一下这台手机的使用感受 首先它的速度现在依然很快 而且高负载温度不高 整体上运行很流畅 8G内存256G的存储目前来说还是挺够用的 4K60帧的视频拍摄也很实用 两倍放大的文本拍摄也很实用 6.7英寸的大屏幕虽然是国产的 但是效果非常不错 屏幕的自动调节亮度以及色彩 还有亮度的表现都很好 MIUI 13的系统稳定版流畅的简直是一塌糊涂 比之前的13的开发版 12.5的稳定版 12的稳定版都要强 唯独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这两年用了三块电池 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时是怎么用手机的 告诉你们什么是重度使用 第一 我手机上有三个微信 微信双开 一个给生活 一个给工作 还有一个企业微信 估计普通用户只有一个微信 第二 我经常录制4K60帧或者4K30帧的视频 估计普通用户只录制1080T30帧的视频 甚至有的用户干脆不拍照 更别提录像了 第三 普通用户估计也就是看看抖音 看看快手 消遣一下就行了 我除了看这些短视频平台之外 我还是内容创作者 我的手机上装了抖音 西瓜 头条 B站 快手 网易号 百家号 还有定义号 我每天都会登录上去回复一下私信 还有评论 另外我的手机上还有千牛 就是那个淘宝的商家端 经常上上面回复消息 还有邮箱经常回复邮件 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打开健康宝扫码 去哪都得扫码 我每天必看的是快乐科技新闻 还有油管 还经常听听百度云里边存的音频 像各种银行的APP 购物的APP 自不代言几乎每天都用 开车的时候使用高德导航 用蓝牙的方式连接汽车的那个机头 在导航的时候后台听着网易云音乐或者QQ音乐 手机我没有开那个深色模式因为看着不舒服 深色模式省电嘛 我就用白的 我也没关那个吸屏 关吸屏也省电 我还是开着吧 开着方便看时间 手机屏幕我一直保持着90赫兹刷新率 也就是高刷 因为看着舒服 如果关闭高刷可能会省电 这三点关乎着续航 但是我更注重体验 我用手机很多年了 一直有一个好习惯 那就是不需要的APP 一个不留 全部卸载 除了必要的通知 剩下的全部关闭 另外还要关闭所有的自启动 最后是除了微信以外 所有的APP都手动设置了不允许后台 这样的使用习惯会让手机很流畅 距离这台小米10手机发布快三年了 现在依然很流畅 流畅的让我有点不可思议 这还是安卓手机嘛 就这台手机的表现 完全没有必要再换新手机 这台小米10 我当时花了3200块钱买的 用到现在我感觉还是挺值的 每年花129块钱 从官方换块新电池 继续接着用 不知道iPhone14 或者骁龙8家的体验 会不会比我这台手机 有质的飞跃啊 以上就是我对这台小米10手机 用了两年 分享一下心得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